我现在正在贵州自驾游 那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贵州的赌山县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去那个地方吗 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这个地方 之所以知道这个赌山县 是因为我知道它有一个400亿的烂尾工程 400亿 你们知道400亿有多少吗 400亿我觉得钱一旦多起来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在赌山县还有一个水寺楼 它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性 耗资2亿元 但是它依旧是烂尾的 人家都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 但是很幸运的是我来的这几天都是晴天 而且天气还是比较热的 但是晚上就比较凉快一些 所以这个时候自驾或者是转车在贵州玩 还是挺舒服的一件事情 二月的风烧来了消息 说春天就藏在这场雨里 我晒干后的棉被 推开窗 闻到暖洋洋洋洋 敬新竹二号人 这看起来真的是非常庞大的工程 不过这里非常的轻 沙也没用 说好了要坚持的事情 必躲在回忆里更有意义 怎么会有一个人在 现在这边都要买门票了 我们这里不好意思说门票都要说观光车 在收卫生房里面10块钱一个 10块钱 10块钱 10块钱一个南搭船 是端程的 等一下你想坐车在下面 那边坐上来也是端程的 回来的最晚一般是几点 我现在已经买了观光车票的卫生费 他们说是卫生费进来了 他们说这个观光车是到6点半出来 如果我时间不够的话 出不来的话 如果走出来也行 步行的距离是1.5公里 1.5公里收10块钱 这个价格好像有点贵 有客太少了是吗 这些门面和这些 这应该是规划起来做酒店的 做客栈的 但是都是空的 这个是清朝的时候就有的 哇这边好大一片 好大一片荷花池啊 而且这些仿古建筑啊 建的挺漂亮的 我觉得一进来有点落入了横店仪式城的那种感觉 灯灯水师楼展现在我们面前 其实 如果用肉眼看的话 会比我想象的要没有那么壮观 可能我们就平时高楼看多了吧 就是觉得这个也还好 我现在已经来到了这个非常著名的烂尾楼的前面 你们看一下 这个是天下第一的水师楼 水师楼呢 是坐落在贵州省独山县 靖心谷这个景区里面 那靖心谷整个景区呢 我们刚才进来的时候就已经看见 它这个整个建筑基本上是属于一种仿古的建筑 那么这个水师楼是在2016年动工的 然后在2018年的时候烂尾了 它这个建筑特色是融合了苗族布衣族的一个 少数民族的一个特色 更让我惊艳的是 它整个建筑都是用纯木制的笋毛结构建的 楼里面是不含一根螺丝钉的建起来的 这也是中国最传统的一个建筑手法 那这一座楼呢 目前已经申报了三项吉尼斯世界记录 它们分别是世界上规模最高的琉璃瓦建筑 世界最高的水族布衣族苗族民族建筑 世界上最大的牌楼 整个独山县当时是有400亿的资金 投入在这个发展旅游业上面 后来这整个工程全部都烂尾了 当时独山县财政收入一年只有10亿元 而这个整个项目就要耗资负债400亿元 那这个水师楼的外观是已经基本上建成了 但是里面都没有装修 据说这个地方又会重新开始修建 准备建成一个酒店商场集一体的一个中和体 那我们非常期待它建成时候的样子 在水师楼的对面有一个亭子 这个亭子我看到它下面的这个柱子 非常非常的粗壮 估计这个也是造价不菲 看完这个浪尾楼你们会有什么感想呢 如果有2亿你们会用来做什么 如果有400亿你们会用来干什么 座落在贵州省前南布衣竹自治州 独山县的静心谷水师楼 是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壮观的水师府堂 被称为天下第一水师大楼 它属于全木制的水帽结构建筑 在整个建筑过程中一个螺丝钉都没有用过 水师楼耗资近2亿元 这对于一年财政收入只有10个亿的独山县来说 不知何时才能收回成本 目前独山县打造的天下第一水师楼的外观主体 虽已基本完工 但是这个建筑的收尾阶段陷入了停工 并且已经成为了一座烂尾楼 据说现在已经有开发商进行接手了 现在正在全面的重新装修 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它能给独山县带来一些经济收入 然后我现在要出景区的时候 已经没有观光车了 我现在就是步行走出去 不过这样也好 这样能够沿路走走看看 我跟你们说 这夜晚的金星谷景区非常像一个鬼城 我们看一下 哇塞 都空空的 在一个荒废的古建筑旁边走过 天色越来越暗 希望我能在天黑之前走出去吧 不然真的有点渗得滑 不然真的有点渗得滑